但是这道路已经有20年都没有整修了 早就已经均烈凹陷 严重的影响到了用路人安全 市议员吴敏纪以及立委 共同争取了经费 要把道路是全面筹铺 并且要将周边进行绿美化 路上车辆来来往往 仔细一看地面出现了许多被斩压造成的裂痕 也可以看到重新铺设薄油路面的痕迹 这里是搭甲区长安路的道路 因均烈严重造成用路安全疑虑 长安路是上班族及工业区大型车辆往返院里 交流道及幸福太百良里的交通要道 车流量相当大 而使用超过20年且未整修的道路 早已出现裂痕凹陷不平整 多年来只针对局部整修 因此路面高低落差相当严重 造成行车安全 半夜车辆斩过孔盖发出噪音 也影响附近居民睡眠品质 市议员吴敏纪今天也前往会刊 并与立委共同争取总经费3330万 要将全长1820公尺宽10公尺的路段全面整修 是跟院里连结出入的主要道路之一 尤其当地居民反映说晚上只要车辆经过 就会发出很大的声音 特别做了几次的会刊 一次把它做得更漂亮 更完整 核定的范围是1820公尺 然后整个案子的部分 路段大部分都是10公尺左右的一个路 我们还会跟地方 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意向的部分 在跟地方做一个沟通之后 还拿入思绪 所以整个案子的话 大概整个推论起来 大概是在明年4月的部分 会陆陆续续的推动 工程预计明年4月失作 除将路面刨铺之外 也同步增设东明路口的 绿色斑马线及号指灯 并规划社区周边意向绿美化 让民众能够有个安全 及美观的用路环境 看到这是台中市西屯区至善路 连接逢甲路到西屯路二段 而知名的逢甲商圈就在一旁 车流量非常的大 但是同样的是路面有均裂 而且是多处补丁 对于机车骑士来说非常危险 市议员陈树华争取将路面重新刨风 并且要在一旁增设排水沟 来提升用路的安全 逢甲路上车水马 龙蛋连接西屯路二段的智善路 就像贴了狗皮药膏 东一块西一块骑起车来 摇摇晃晃 不太好 我不会骑到别人 就是很凹凸不平 然后所以走这里的话都要 就是放慢速度 再放慢一点比较好 走路的话不会骑这里 是因为太不好所以就 就想说就走比较好走的路 路况不佳导致在地学生选择绕道行事 至山路连接逢甲路跟西屯路二段 临近知名的逢甲商圈车辆往来频繁 但长年下来路面均力凹凸不平 地方忧心酿成意外 市医院陈淑华向市府争取70万经费 将长134公尺的道路重新刨风 并且在路旁增设长139公尺的L沟 让排水也能更加顺畅 所以其实附近的居民也反映 希望说至山路可以来做路瓶 已经反映很久 先做L沟完成以后 那再来做路瓶 就是博友抛除封城的部分 然后让整个排水也可以得到改善 那让我们居民跟市民行车交通 这个路瓶的安全也可以得到保障 建設局承诺近期就会进场失座 预计50个工作天完工 让民众有安全的用路环境 在地居民也不用担忧排水问题